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小雪 今天大雨又超班 所以小姐来给大家做做一个下观视频啦 要说这个火影忍者呀 主要都是情节 可能铁之为比小雪还要拱发烂熟了 就是主角名人 作为村子里的吊车伟忍者 凭解自己的努力 天护 羁绊 信念 坚持 久违 地马外挂 先生模式 六道隔宫传挂 阿修罗转时的身份 成功打破别人的偏见 成为火影的故事 当然啦 火影作为一部 陪了我们十几年的长篇连载漫画 眼看着名人他一点点长大不如成年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家立业 在万众七代的目光下 名人终于成了火影 我们这跟随了他一路的人 自然是意犹未尽 名人当上火影 我们也就更想知道 他当上火影之后的事啦 然后就有了博人传 博人传到底燃不燃 小雪今天不和大家聊 但说名人成为火影之后的事情 这个前无古人后来者 多一无二的七代木火影 到底给这个世界打来了哪些改变呢 首先啊大家都知道 名人执政后的五大国空前的团结 这个团结呢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 强大的牧业 强大的民族 强大的四战所 给整个火之国带的面子 要知道 现如今的无影 那就不是无影 那就是一个火影带着四口水影 实力各两个的都是真的水啊 感觉火之国就是一个孤岛 四周围的都是海 大海啊 你全是水啊 真的 这俩四战结束 名人执政之后 火影转一百多级里的 无影会谈 比整个火影里的次数还多呢 而且啊 这次无影会谈的地址 都是写在了木叶举办 这又很说明问题了呀 现行的五大人村 就是以木叶名人为主的 一个大联合 但是这个联合 你说和柱坚 那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柱坚倒了 墙大如飞坚 依然是镇护住场子 如果有一天 名人要倒了 伯老爷必须得做出 和名人相当的攻击 才能镇得住场子呀 在小雪看来 爱与理解 拯救不了人界的五大国和和气气 但是各个国家都憋着一股劲 土之国 搞什么人造人 水之国 小学生的思想教育 都没有抓好 更就是说 还有一众夹在缝隙中的小国 别的不说 风之国 现在对于土地和资源的诉求 还没有得到满足呢 名人倒了之后 人家凭什么不许吞并小国 消消停停的呢 这个人界啊 就像是春秋战国 要么有一个足以号令天下的周天子 要么就得有一个能以一一敌六的强秦 总之是很难缓解起来的 你上医院看过没你 你指定是有点毛病 还有就是啊 木叶的家族啊 氏族啊 这些东西 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平民草根的忍者 非但少了许多翻身的机会 甚至希望比国养时期更加渺茫 而新一代的木叶十二小强 除了一直边缘化没什么戏份的班长三人组 与平民最后的倔强 土榴币继承人岩部以外 剩下的都是名门望族之后 去个休学旅行 好家伙 不就是官富二代工会出国游吗 个领个的 背后的家长一个个都舍不起啊 还有这个人员配领 你看哦 这个佐良娜和博人 不就是下任的钢手自来野 名人佐助吗 这个路带 下任的军师 紧真 下任的木叶FBI局长 都是没跑的啦 呃 对不起 是消息疏忽了 博人不是管二代 是管三代呀 虽然说出来很残忍 但是就现在博人状的表现来看啊 名人并没有个人 接待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 小雪就跟大家闹到谁啦 大家可能很纳闷 大余之前整活的时候 小雪为什么没有出劲呢 哼 小雪马上开始了嘛 小雪出去玩了玩 这才逃过一劫 总之感谢帖子们 这么长时间的支持 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是小雪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嘿嘿 开发了打蛋